基金經理由於工作關係 經常會接觸到上市公司的管理層 大家可能會問 基金經理是大戶 是否經常有很多內幕消息 一定會賺大錢? 其實香港內幕交易是政教戶打擊的對象 不但給貼士 聽貼士同樣都要受罰 不但資產會受凍結 亦都需要負上形式的責任 以而很多時間內幕消息都是散拉貼士 基金經理無法求證 基金經理受到懷疑內幕交易消息時 通常都要作出申報 甚至主動暫停買賣 說到底 基金經理要幫客人賺錢 不可以依靠內幕交易消息 而需要依靠自己投資的調研工作和判斷 我們在探訪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後 通常亦需要作出很多後期工作 包括我們會長期留意管理層的言論 看看會否出現前言不對後言的情況 同時我們會將行業內不同公司的言論 及看法綜合 從而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這樣的話 基金經理可能對行業的掌握 比個別公司還要多 反過來 基金經理可以給予一些提示 個別上市公司 結束一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